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列子天锐篇 前面我们介绍了关于列子的本体论思想 简而言之,倒是一切事物的初始 倒是循环往复规律的本身 倒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 万物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包括四个阶段 从太初到太义到太始到太数 接下来,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列子天锐篇 我们今天分享列子的生死观和人生观 有一天,列子来到魏国 在路边石树的时候 随从的人看到了一具百年的骨骸 列子指着骨骸对弟子说 只有我和他知道人并没有生和死的区别 他死了需要难过吗 他活着值得高兴吗 其实并不需要 生死只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列子说,事物的存在都会回归到无形 有形的物质都会变为空无 先有存在,然后消亡的事物 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实体 先有形体,然后死去的事物 并不是道本身 存留的按理说一定会消亡 消亡的必然会消亡 就像留存的一定会留存一样 假设要永远留存而不灭亡 这是不清楚自然的规律 人也是一样 人由魂灵和形体构成 魂灵归天所有 骨骸归地所有 归天的本质是轻飘飘的会散去 归地的本质是沉重的就会聚落 当魂灵离开形体回归了他的死源 因此叫做鬼 也就是龟的意思 回归元气的根本 皇帝说魂灵上针到天门 骨骸回归到地下 我们还存在什么呢 列子还把人的一生分为了四个阶段 婴孩 邵壮 老年和去世 在婴孩的时期 自相专一 元气特别醇厚 外物对他各不成任何伤害 因为德行是最完整的 在哨壮的时期 血气方刚 欲望增强 外物就可以干扰他了 因此德行也开始减退了 在老年的时期 欲望减弱 身体也接近安息了 万物都难以干扰他 到了去世的时候 人已经走到了安息了 回到了他的归宿 这是道家思想的生死观 他们看待生死 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规律 死亡并不值得难过 甚至他超越了生死和世俗的快乐 我们再来看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到泰山去游玩 看到一个叫荣启七的人在步行 穿着打扮很奇怪 边走边唱 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 孔子就走过去问他 为什么如此愉悦呢 荣启七说 我有很多值得快乐的事情 万物诞生 以人最为尊贵 而我就是人 这是我快乐的第一个原因 男女有别 而男人更为尊贵 我就是一个男人 所以这是我第二个快乐的原因 人的生命短暂 有的人在胎里就死去了 而我活了将近九十多岁 这是我快乐的第三个原因 荣启七继续说 贫困是读书人常遇到的事 死亡是生命的归宿 我乐于贫困 等着去世 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孔子说 真好 果然是能够自我安慰的人 第二个故事是 有一天孔子来到魏国 看到田笼上有个老人 一边在田里面捡着麦穗 还一边唱歌 很开心的样子 孔子让弟子子贡 去跟这个老人聊聊天 这个老人叫林类 接近一百岁了 靠捡麦穗为生 子贡就问他 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靠捡麦穗为生 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呢 不应该感到很苦恼吗 老人抬头 告诉子贡说 我为什么要感到烦恼呢 子贡问 你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长大以后又不与时运相争 老了之后 连妻儿都没有在身边 还靠捡麦穗为生 还不值得苦恼吗 林类笑了笑说 我之所以快乐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你们还以为是痛苦 林类接着说 首先因为我年少的时候 没有努力奋斗 长大了也不和时运相争 所以才这么长寿 其次因为我老了 没有妻儿 眼看就要行将旧墓了 所以才如此愉悦 子贡反问说 每个人都希望长寿 但是不应该对死亡 避之不及吗 你为什么会觉得 死亡是快乐的呢 林类回答说 死和生是相对的 如此一来一往 在这里死了 又怎么知道 不在其他地方生呢 所以生和子 其实一回事 我为什么要执着于 追求活着呢 我哪里知道 现在去世 不好过 现在活着呢 子贡听了之后 无法理解他的意思 回去把这个事 告诉了孔子 孔子说 我早就说这个人 可以聊一聊的 果然是这样 不过他是一个 通小道理的人 却还未能达到 完善的程度 孔子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没有体验过 娶妻生子 人生可能并不完整 通过这两个故事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 儒家和道教思想 对生死和人生的态度 儒家思想更看重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而道教思想 把生和死 看成一种自然规律 不会因为 更看重生 而厌恶死 这是道教思想 和儒家思想 在生死观上的差异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博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